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她每个月的支出也很大 除了要养老婆徐豪颖 女儿陈康迪之外 她还要供楼 养车 2013年买下市值2.3亿港元的300多平方米独立屋 不知道供完没有 徐豪颖热爱时装 陈一迅宠妻如命 多次出钱给老婆开时装店 而徐豪颖开店并不是为了赚钱 纯粹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打发时间 几年前 徐豪颖为了专心照顾女儿 将几家时装店关闭 但很快 陈一迅又在投资百万港元 让太太开设新店 这次的时装店 除了卖衣服之外 还卖咖啡甜品 然而 徐豪颖留在店内的时间似乎不多 她将店面交给员工打理 自己就疯狂运动 以前喜欢滑雪 滑水 最近迷上了滑板 港媒指出 陈一迅收入减少了 让大花筒徐豪颖也变得节俭 量入为初 她在衣着打扮方面 应该不能省 所以从吃这边下手 不过 徐豪颖的苦日子很快就会过去 陈一迅不愧为西金王 报道指她 亮相一台双十一晚会 唱三首歌就赚了两百万港元 虽然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但已经证明了陈一迅的价值 只要她还能唱歌 酬劳就不会少 家人可以继续过奢华的生活 说起陈一迅与老婆徐豪颖 从恋爱到结婚 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两人的感情 还是十年如一日的甜蜜 这么一份长久又恩爱的感情 别说是在娱乐圈了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常见 当徐豪颖被问到 如何与老公陈一迅维系感情 她却说出了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她 不经常见面就能维持 陈一迅因为一人工作的原因 与妻子徐豪颖经常聚少离多 陈一迅在很多日子里 都不能陪在徐豪颖身边 两人最长的一次见面 是隔了一年半 面对工作狂的老公 徐豪颖直言 正因为陈一迅热爱工作 两人虽然不能经常待在一起 但这些距离也让对方更想念彼此 这也就是为什么两人感情稳定的原因之一 除了理解陈一迅到处飞的工作 徐豪颖对陈一迅的信任也是百分之百的 夫妻关系想要长久 对彼此信任是不可少的因素 虽然陈一迅常年在外工作 但徐豪颖不会担心陈一迅在外面偷吃 更不会去监视陈一迅 因为这是徐豪颖给陈一迅的信任 她认为 与陈一迅的夫妻关系 已算是老夫老妻了 现在已经跨越那个互相怀疑的阶段 有一个疼爱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种安稳令她很心安 面对花钱大手大脚 拜家老婆的负面新闻 徐豪颖解释只是爱把钱用在时装上 因为自己热爱时尚 如果花钱分弱中强三个等级 那她觉得自己处于中间的位置 她不爱买跑车珠宝 只喜欢购物衣服 徐豪颖还大方承认 陈一迅从来没有投诉过她花钱多 反而陈一迅还觉得徐豪颖花钱花少了 这是徐豪颖首次回应挥霍的传闻 没想到却给网友们撒狗粮了 谁看了不说一句 陈一迅 徐豪颖好甜 徐豪颖当年进入娱乐圈 也是因为要赚钱买衣服 后来和陈一迅谈恋爱 陈一迅事业一路飙升 徐豪颖事业却开始走下坡路 看到徐豪颖不开心的样子 陈一迅让徐豪颖干脆吸引 让她来养她 陈一迅也兑现了养徐豪颖的承诺 不管外人说什么 只要徐豪颖想买的 她都让买 只为了她开心 这也许就是爱情的模样吧 陈一迅歌坛的一代天王 在成为歌手之前 先在英国的金斯顿大学 学习了四年的建筑 从小就对音乐有着很大天赋 以及兴趣的她 本想着成为一名歌者 但在家人的建议下 选择了十分不感兴趣的建筑学 从小 陈一迅就对家庭 没有什么温暖的概念 父亲是一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母亲在移民国外后就与她鲜少联系 连她之后的婚礼都未曾出席 大学毕业以后 陈一迅割舍不下 心爱已久的音乐 打算在自己步入社会之前拼搏一把 1995年 21岁的陈一迅 利用暑假空档来到了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的舞台 凭借着一首张学友的望月 她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并一举成名 这档比赛在香港是非常受重视的 从这里走出来的歌手 大部分都在乐坛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比如首届新秀大赛的冠军 梅艳芳 至今还是乐坛中神话般的存在 成功从一众歌手中脱颖而出的陈一迅 也被华星唱片公司看中 正是走上歌手的道路 这个捧红了无数巨星的公司 将陈一迅牵在旗下 成为张国荣 梅艳芳 成龙的后辈 如此一来 陈一迅变成了梅艳芳的师弟 1996年 其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陈一迅 在香港乐坛打出水花 并获得流行榜男歌手银奖 于是 公司开始对她着重培养 一开始是想将她打造为 英伦绅是形象的歌手 连她每天要穿的衣服 都是西装革履的 陈一迅看着那些穿起来很像服务生的衣服 嫌弃不已 因为她的内心就是一个顽皮的大男孩 怎么甘心被约束 陈一迅的特殊嗓音 在一众歌手中与众不同 让人印象深刻 甚至被评为张学友的接班人 一直爱惜晚辈的张国荣 在听到陈一迅的歌后 建议她保护嗓子 于是她直接把烟戒了 梅艳芳曾在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中 牵着她的手 把她介绍给全世界 称她是一个好歌手 那段时间 陈一迅深受各位前辈的称赞与提携 并且非常懂得感恩 在2006年演唱会的歌曲《黑泽明》 原本是江志仁写给张国荣的 但是没有在2003年之前写完 因为她知道张国荣最喜欢的导演 就是黑泽明 之后 陈一迅在演唱这首歌时 还特地模仿张国荣的声音 以此来缅怀她 1998年 随着香港金融危机的爆发 各行业萧条不已 陈一迅也被迫去往台湾发展 1999年 凭借一首《幸福摩天轮》 陈一迅斩获了金曲奖 2000年 回到香港发展 并加入英皇娱乐 成为杨寿成的旗下艺人 随即开始了她的歌王之路 看起来 她的事业得心应手 左右逢源 实际上 也是一波三折 围绕在陈一迅身上的两件舆论 一个是她的妻子徐浩颖 一个是她的父亲陈求大 1996年 陈一迅刚刚发布人生第一张专辑 这一年她对徐浩颖一见钟情 由于被刘德华看重 出演了其音乐MV 徐浩颖当时也算是红极一时 尽管在报纸上被称为 徐浩颖新男友 连名字都没有的陈一迅 却丝毫不在意 直言 我就是喜欢她 小眼睛 顶着爆炸头的徐浩颖 对于许多人来说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甚至花钱毫无节制 大手大脚 这也引得陈一迅母亲极为不满 甚至不愿意参加她们的婚礼 但陈一迅却甘愿宠着这个女人 赚钱让她成为全香港最幸福的买手 有时间了 两人就顶着同款爆炸头出去逛街 2004年 两人迎来女儿陈康迪的出生 成为父亲以后 陈一迅再一次扛起家庭的重担 好不容易事业家庭都步入正轨 陈一迅的父亲却因贪污被捕入狱 判刑六年 一时间 陈一迅也遭了不少骂名 事业也一度停滞 直到之后的《K歌之王》 《浮夸》 《富士山下》等经典歌曲的传唱 才让她的事业逐渐回暖 在2008年 陈球大被查出患上肝癌 获得假释就医 为了父亲的治疗 陈一迅花费了近上千万 恢复健康之后 父子俩在车站相拥化别 难舍难分 不管她的父亲犯了怎样的错 陈一迅作为一个儿子 已经做到应尽的本分 在生活中 她绝对是一个好儿子 好丈夫 好爸爸 同时也是一位好歌手 但一切都归功于她对音乐的热爱 自从解约风波以后 有网友看到陈一迅的情绪非常低落 独自坐在车中发呆 她的音乐可以治愈人们心中的伤痕 所以歌迷称她为医生 希望她可以先将自己治愈一下 回到那个疯子一般的 陈一迅